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冰凤娱乐宿,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冰凤娱乐现在开手! 对于很多粉丝而言,8月份真的是一个特别幸福的月,因为我们看到了新鲜的肖战,看到了他出来营业的视频,在最近一段时间网上也传出了他拍戏的画面,这一次他饰演的是一名军人,虽然只是一些花絮照,但是对于网友而言已经足够了,但提起当天他还晒出了几张自拍照,虽然很长时间没有营业的他,这一次晒出自拍照也瞬间上了热搜,也足以见得他的人气还和以往一样,其实这一天真的是特别的幸福啊,不仅看到了工作室, 还能够看到肖战筛出的自拍照,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了湖南官方的采访,在所有的粉丝心中,七夕一定是难忘的,一定是最幸福的,而在七夕结果后呢,他也抵达了机场,在助理和工作人员的陪同之下,一路小跑走进了大厅,当天他也穿得特别的休闲,1米8的身高也让网友们羡慕不已, 因为要坐飞机,所以他就带着颈椎枕,看上去非常的乖巧,肖战很长时间没有见了,还和以往一样的低调,穿的衣服呢,也非常的休闲,乖乖的正在大厅里边一两呆萌的样子,又回到了过去,以往可爱的那种感觉, 在前几天呢,他晒出了视频的时候还说自己胖了许多,但这一次粉丝晒出的机场照呢,完全是又说出了新高度的,乖乖的独自的站在哪里, 肖战他是一个非常独立的男生,他和很多明星不一样,无论走到哪里,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绝对不会劳烦他人, 而且这一次在机场的时候呢,他独自一个人拿着一个大包裹,完全就没有让助理,看到他正式开始工作, 那这个网友们呢,也是为了感到非常开心的,经历了27事件之后呢,他变得越来越低调了, 虽然每一次看到他采访的时候都会觉得变得小心翼翼,但相信呢,用不了多长时间, 他一定会再回到自己过去那一个单纯可爱的样子,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肖战抵达机场工作的照片了, 这一次在七夕结果之后呢,他大大方方的走进了机场, 独自一个人站在大厅里,他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 面对媒体,面对粉丝,面对镜头, 这一次看到肖战七夕结果后正式开始工作, 网友们是不是也很期待呢, 多方发布肖战最新消息,率颜暴击令人心动,初恋追星的感觉,终归来, 8月25号七夕结,不负众望,多方发布肖战的最新消息, 率颜暴击令人心动,让人终于再次感受到了初恋追星的真实感觉, 除了精修版写征兆,会动的视频, 还有惊喜福利,帅气十足的肖战引人入胜, 这里所指的多方不仅是有肖战工作室, 还有肖战代言的品牌方,采访的官方, 在七夕情人节日这一天发布肖战最新消息的品牌方, 分别就有猛牛真果力,rose only,若氏,开小灶,小露茶, 这几大品牌方在肖战的身处逆境的时候, 没有亲眼放弃这位代言人, 反而是用实际行动支持他, 还会经常释放全新物料满足粉丝的想念, 正因为如此,粉丝也会把品牌方的好紧急于心, 那发布肖战最新消息的新式肖战工作室以及品牌方小露茶, 肖战工作室是分享了一组日常掠影的写真照, 四张高清精修版的照片, 摄影的角度和场景布局让众粉丝看完之后, 也直呼肖战太帅了, 其次品牌方小露茶先是发布了一则预告动态, 后来到的是一段互动的视频, 其实该品牌方会经常更新发布视频, 但是代言人肖战的却并不多, 而今天在肖战的情人节这一天, 终于再次见到了新鲜的肖战, 简直不要太幸福哦, 接着是肖战代言的品牌方Rose Only 若氏, 该品牌方发布的也是一则视频, 是既会动也会说的肖战, 这则视频总是长适时三秒, 是代言众人动人祝福的肖战, 少年感满满的肖战, 很令人欢喜, 除了品牌方小露茶, Rose Only 若氏, 还有开小灶, 猛牛真果力, 品牌方开小灶是在线派送惊喜福利, 七夕谈谈你和他, 就有机会获得Rose Only 永生花花海花河, 以及肖战签名版的百威冰90, 品牌方的牛真果力则是发布了肖战全新物料图, 这张新图当中的肖战与以往的大有不同, 手捧鲜花的肖战再配上帅气的颜值, 整个浪漫七夕的感觉就有了, 七夕有肖战的相伴幸福感爆棚, 最后是发布肖战采访视频的大眼新推荐官方, 这则视频总时长是一共39秒, 肖战被提问了两个问题, 求生欲满满, 却又尽显真情实感, 根据已放的多方发布的肖战最新消息可知, 我们初恋追星的感觉又回来了, 与其修士又回来了, 不如说是终归来, 相信大家都知道网络直黑对肖战的影响, 导致肖战营业状态发生了变化, 只能够凭借着考古来缓解思念之情, 但记性的是, 在七夕情人节这一天, 迎来了皆大欢喜的多方好消息, 这一侧面表明了肖战所处的困境在一点一点的逆转,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相信这种初恋的追星感觉不会再消失, 而是会一直陪伴着我们左右, 肖战的商业价值再获肯定, 代言品牌最新数据可观, 成七夕的赢家之一, 近日由明星肖战本人以及工作室各大品牌方带来的惊喜福利, 让众多的粉丝找回了初恋追星的感觉, 在七夕刚回去就有官方发布了肖战代言品牌的最新数据, 成七夕的赢家之一, 其代言人的商业价值再次获得了肯定, 据了解官方发布的品牌最新数据是, Rose Only是由肖战代言, 在七夕节到来之前呢, 该品牌还举办了线上发布会, 其代言人也闪亮登场出席了, 由品牌方和代言人强强联合汇集多方, 从现如今的官方发布的数据来看, 品牌Rose Only七夕线上销售额大涨预200%, 同时还提到了该品牌作为国内高端玫瑰品牌, 成为了七夕的赢家之一, 具体数据表现为线下增长50%, 线上销售上年同期增长了201%, 整体增长是112%, 由此可见, 品牌Rose Only在七夕节前举办的线上发布会的成果显出, 由品牌代言人带来的影响力也是极高的, 而肖战作为该品牌的代言人, 带货能力水平发挥到极致, 其商业价值也再次得到了肯定, 我们可以在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新术官方发布的2020上半年度的明星带货礼榜单当中可以知道, 90后明星肖战位居影响力排名第一, 其影响力指数高达85.36%, 数据表明明星肖战的带货力在众多明星艺人当中脱颖而出, 在肖战登顶90后明星带货力当中, 上半年最带货品类的是美妆各户, 但我们知道肖战的带货力远不止于此, 还有他代言的品牌开小灶百威等, 这几大品牌在行业内销售额都是趋于潜力的, 总的来说肖战的商业价值通过代言的品牌带货能力不断的在提高, 从代言的品牌Rose Only可以看得出, 这是一个可观的强大数据表明, 成为七夕的赢家之一不是说说而言, 现当下各大品牌方为大营人保家护航, 开始全面营业的肖战, 未来值得期待, 最后让我们在看到肖战越来越好的情况之下, 继续保持内心的炽热, 为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加油!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你给出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